兄姐妹 敬安 大家好 敬安 感谢主 让我们一起来 祝一个主人有机会 一同来敬拜 一同来服侍我们的主 今天是 徐伯奇传道放假 所以我有一个气功的责任 其实不是第一句 我是来把神给我的信息 带给弟兄姐妹 希望未来的时间 能够多有一点的时间 能够安排的比较好一点 定期的来到 几十点月当中 弟兄姐妹有交通 有分享神的话语 其实 除了我们国语堂之外 英语堂 粤语堂 我们都有不同的发展 而且未来的这几个月 这一年四周的一季里面 有不同的事情 每个月我们都要有新增的事情 有感恩的事情 十月份 我们是整个教会的堂庆 十八周年 高贵林生章会 十八年了 国语堂是没有那么长时间 后来才发展出来 整个教会十八周年 而且我们在那个主日的下午 也有那个 儿童跟家门事务主任 妹 我们当中的家长已经开始认识她 因为你帮小孩子带到下面 带到好晚了 儿童会学会看见 妹 就是会在我们那个堂庆的主日的下午 我们有一个救济典礼 她已经上任了 差不多四五个月了 所以我们趁着我们庆祝那个堂庆的时候 我们请到区会的同工陈祝师 来我们有一个救济典礼 所以在这里预告 希望弟兄姐妹 能够预留那个时间 下午来 可能是一个挑战 你知道吗 计划完了之后 计划完了之后 要回家吃饭 吃完饭就下午再来 这样 没办法因为 三个堂的弟兄姐妹 不能够留纳在这个地方里面 所以我们另外要找下午的时间 那十一月份 我们也有整个教会的菜船年会 所以我们有一个周末 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 还有三天连续的 我们有不同的聚会 讲到本地的菜船 也讲到海外的菜船 所以今年我们比较主要是 集中在我们弟兄姐妹当中 特别我们在英文堂里面 有好几个的身教室 有些已经退休 但是仍然在工作堂上 有机会他们出去做菜船的工作 有些是做本地的 好像我们专门做学生工作的 Fird Campus 它是我们支持的本地的身教室 在不同的校园里面做大学生的工作 我们也有M的弟弟 她呢 其实十一月份 她又去日本 又去中国 首先叫做工作 我们还有一对夫妻 在英语旁里面的 已经去到回教的国家里面 继续走神道会要看我的工作 所以十一月份 因为我们有拆船的年会 然后十二月份呢 我们当然祝祝圣诞啦 还有洗礼啦 等等啦 但是呢 我们除了今年 有这样各个堂堂 我们在圣诞的庆祝以外 我们也有一个叫做温哥华圣乐团 跟Google Oracle Society 他们今年想在我们教会里面 跟我们合作 一起举办一个 明塞亚神曲的一个 mini concert 小的音乐会 他们前两个礼拜 已经来看过我们的地方 非常的合适 所以呢 他们有一个七十人 七十人的士班 他们七十人要带 他们全部站在这里 那个是十月份的 十二月份的 圣诞节 尼撒亚神曲 尼撒亚神曲一唱的时候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王帝 英国王帝都要站立起来 所以那一天晚上我们一起来 站立起来唱哈利路亚 这些都是预告 最后这一季里面 教会有不同各式各样的聚会 在前面的日子里面 我们文宇堂和姐妹 也努力地继续地唱歌音 刚才看见 华丁白小组啊 刚成立的一个小组 一定能够分四部 来唱 唱得那么好 实在是非常惊讶 我是非常惊讶 他们还不是师班呢 师班出来不得了 所以我们粤语堂的师班 可能要向他们多多学习了 感谢主啊 我们看见无论是 粤语堂也好 国语堂也好 英语堂也好 他家会有不同的发展 在主里面慢慢地成长 在我们的思想的里面 今天我们的主题是 主耶稣讲的一句话 等一下我们要继续在 思想 读教福音十四章里面 主耶稣讲的话 其实这个有一个背景 最近我们牧者在分享祷告 在激发前面的一年 就是前面的好几年 教会的方向和发展的时候 我们其实文部门 我们几个牧者 每一个礼拜四早上 每一个礼拜四早上 都有在教会里面 我们有分享交通的祷告 在牧者的分享交通的里面 我们就讲到 为什么我们会来到高山来服事 我们都是不同的时间来 参加这个教会 然后在这里服事 为什么来这里 有那么多的工作不做 为什么要装独师环道 那我们在分享的时候 我们就想到 其实这个主耶稣的大使命 就在其然之间 就在我们当初的讨论里面 就浮现出来了 我们就想到 主耶稣的大使命是说什么 你们要取十万名说什么 说我的门徒 所以我们的话题就围绕这个 作主的门徒的事情 有一些的弟兄姐妹可能 在历史上 有一些弟兄姐妹 甚至有一些传道人 在解释这个大使命的时候 也有一个偏差 就是一直的鼓励人要去 大使命最重要是什么 是你们要去 是哪里聚传之义 其实我们研究圣经的时候 原文的主要的动词 不是这个去 主要的动词是中门徒 所以去是一个放肆 是一个动词 是一个means 英文说是一个守法 你们要去 去最终的结果是看见什么 最终结果是希望达成的结果是什么 所以大使命最重信的 不是叫弟兄姐妹去传福音那么简单 大使命主耶稣的心意交托给教会 我们交托给每一位弟兄姐妹 每一位守护者 都是要叫我们 make disciples 做使人 做门徒 所以我们不能够把那个 ens 那个终结 跟那个means搞乱 如果我们只顾差去 很多人说去了 去了传福音了 那怎么办 感谢主哈利夫要完事了 于是 主耶稣的心意是叫我们去使别人做门徒 这个是我们今天高深 未来的日子 我们要确定我们的vision 我们的意向 我们的mission 我们的使命的时候 变成了我们同工分险的一个焦点 到底无论是过语堂 月语堂 英文堂 我们怎么样 落实这个叫人成为门徒 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叫人成为门徒 我们很多时候都变成 教委里面充满了听到的人 而不是行到的人 我们制造了很多的信徒 最后变成无利糊涂 而没有真正的做主的门徒 所以我们慢慢的忽略了 make disciples 使人做门徒 就变成了很多人是去教会 去教会 而不是爱教会 喜欢去听到 而不愿意去行到 因为我们有门徒 是行到的人 所以我们的话 你一直这样想的时候 我们就看见主的心意 在未来的日子 我们要更加的 把这个变成我们教会的焦点 我们去传福音 这个是对的 我们邀请朋友 还没清楚的人来教会 听到这个都是好的 非常的好的 但是我们是有一个目标 有一个方向 要慢慢一步一步一步 带领那些的人 成为什么 不单只是信徒 而且要变成主的门徒 在这里 我们看见路加福音 一开始的时候 路加就这样说 有极多的人 很多的人 来跟随耶稣 然后耶稣就对这极多的人说 做什么 你们要做我的门徒 但是耶稣的方法很特别 就一直在说 你们不能 不能 不能 你发现 第26节 如果你们不是这样的话 就不能做我的门徒 不是这样的话 就不能做我的门徒 你不先做下计算 不先好好的做粮 不能够成功 如果你们这样开了工 就不能完工 如果你们 撇下一切 就不能做我的门徒 如果盐失去了味道 就不合用 用反调 反面的 所以主耶稣在这里 讲了一段话 是用反调 反面的一种强调的语法 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 是叫听他的人 那极多的人 有一个很特别的注释 诶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所以基本上 听完耶稣讲这一段话的人 他会有一个问题 这个会发生 会发问出来的 如果这样 主耶稣在十节的圣经里面 有差不多每一节都这样 用一个反调 不能 不能 不可以 不 听完这一段话的人 一般常理来说 有一个问题会发生 是什么 那到底我怎么能 对不对 那到底我怎么样可以 对不对 这个就是主耶稣讲道的作用 他这样讲 不能不能不能 嘿 后面有个小孩子 耶稣那我怎么能啊 那我怎么可以啊 所以耶稣用这个方法 所以我也有机会 有理由相信 耶稣讲这一段的教导 不是巨人千里 也不是叫人不要来跟从他 不要来听他的讲道 耶稣把这样的话 带到我们的当中 是叫我们认识真相 是叫我们能够认真的计算代价 要叫跟随的人想清相处 下定决心 这样的人 才是耶稣基督喜悦的人 我这里找出来了 门徒到底是怎么样的人 如果我们说门徒 门徒要做门徒 门徒是怎么样的人 26节耶稣基督讲 人到我这里来 若不爱我胜过 爱自己的父母 妻子儿女 弟兄姊妹 我自己的性命 就不能做我的门徒 那很简单来说吧 如果人跟随主 爱主胜过 爱自己的父母 妻子儿女 弟兄姊妹 自己的性命 就能够做主的门徒 是不是这样 很简单了吗 如果主耶稣说 人不能做主 做我的门徒 很难很难很难 能到我这里来 若不爱我胜过 这样这样这样 不能做 那一般 听见的人就说 那换句话说 如果我爱主 跟随主胜过 爱这些 就能做主的门徒 是吗 对啊 答案 答对了 给你个A 所以 曾经有段时间 出席西方的宣教师来中国的时候 中国人都觉得这个是羊教 羊教 因为那是羊鬼子 他们头发是金黄色的 眼睛是蓝色的 所以你晚上看就没有 灯不够亮的时候 看见鬼是鬼 所以就叫羊鬼子 我们中国人都是黑头发的 眼睛都是黑的 不然就有些人 蓝眼睛 黄头发就出现了 羊鬼子 那我们今天叫他们就是老外 把羊教带到中国人来 那中国人 多一个人 中国人信了耶稣 就少了一个中国人 为什么这样讲 就是说 哎呀如果你信了耶稣之后 那些信耶稣跟随主的人 去教会的人 就不爱自己的父母了 不爱自己的家人了 什么都不爱了 只爱耶稣 是不是这样 其实这个是一个固解 其实这里耶稣所讲的 不是教导我们 不要爱自己的父母兄弟 简历弃之间的儿女 不是这个意思 这里是一种比较的讲法 所以如果你有足够版的圣经 他爱我胜过 后面有一个小字 你有没有看见这个小字 说原文叫什么 恨 那中国人看见这个更加不得了 哎呀 要是叫我们去恨自己的父母啊 其实原文这个所谓的恨 在和合版的圣经的翻译里面 是最恰当的 甚或爱 是这个意思 原文直接可以翻译做恨 但是在整本圣经的一贯的概念是 爱主耶稣 爱真由为神 比较爱其他的更多 换句话说 这个是人生优先的问题 世俗的问题 圣经一贯都是叫我们学习孝道 但是圣经的孝是一种敬天 而有的一种孝道 所以如果你去看旧约的十阶 十阶里面就是 头四阶都是把对上帝 对耶和华的那个优先摆好了 清除了 所以十阶 头一阶说什么 除我以外 不可能有别的神 第二阶是什么 不可以为自己做偶像 不可以拜偶像来代替神 第三阶是什么 不可以忘称耶和华的名 不可以献出神的名 要尊崇神的圣灵 第四阶是什么 要守安息日 为什么 因为神创造天地 祂安息了 祂这样的安息 要为人带来安息 所以人要效法神 学习安息 今天的人不愿意休息 不愿意安息 做到什么 白病重生啊 对不对 压力太大了 患病啊 癌症啊 睡不着了 忙忙碌碌 忙到一个地步 没办法休息 所以神的方法 神的次序是很清楚的 讲完这十阶 头四阶是关于神的 你对神应该有个敬畏 立定了 你对神的信靠 已经放在那里了 然后第五阶 头一阶 关于人的诫命 就是什么 他要孝敬父母 所以保罗也是这样说 你们要在主里 尽从父母 这是头一条 但应许的诫命 所以圣经从头到尾 都没有叫人去不孝敬父母 不爱自己的亲人 不爱自己的兄弟姐妹 圣经一直的教导 就是说 你因为相信敬畏神 也因为把人生最优先的次序 立好了 就是神为大 你就因为敬畏神的缘故 用神的爱去 爱你的父母 爱你的兄弟 爱你的姐妹 我是家里面 把神放在人生最优先的次序 当中 所以因为门徒 是这样生活的缘故 应该更加 爱自己的父母 爱自己的兄弟姐妹 妻子爱你 我是家里面 同一个人幸福的 小个时候在家里面 如果我不是讲上海话 所以我相信有理由讲你 小的时候一直在讲上海话 直到读书 所以我有理由 如果我回去上海 大概就半年了 我就开始会讲上海话 但是到 就算现在不会讲 我是一般是很多青年 所以你们当心 不要讲相应 你会讲方言上海话 不是听不见的 我父母 我家里面还有四个人 都没有新耶稣 我是家里面 头一个人 新耶稣 其实我新耶稣的时候 父母非常的反对 教会 教会都不是叫 要谢饭祷告 我家里就谢饭祷告 我一低头祷告 我妈就把那个饭 吃走 她说你感谢神 你就叫上帝给你饭吃啊 你不要吃我的饭啊 她说我告诉你一件事情 后来我的父母 一个一个给我影响 带到教会里面 因为他们发现以前这个不孝子啊 读书又不读的啊 一天到晚出去玩了 不然间改变了 一巴巴士都改变了 在家里面 很努力的读书 我家里面 兄弟姐妹 没有一个读超过 初中 把初中读完 没有一个把初中读完 除了我 哎呦 平常都出去玩的啊 都是欺负父母的啊 不听话的 夫人家为什么她改了 这么乖呢 我告诉他们 因为我去了教会 哎呦 她们很紧张 教会是什么 因为上海人到香港 他们一直都没有学东方的话 一直都在 在讲上海话 朋友都是上海话 所以她不知道教会是什么 以为我去了什么黑社会 还是什么 所以有一天 我都告诉他们说 哎呀 我教会 我们的牧师都是上海人啊 我刚好 哎 没有吼啊 没有吼的 不错啦 我的牧师想跟你们见见面 他还要吼啊 吼啊 你都客气哦 有一天我都把他们带到家里 他们信耶稣 他们信耶稣 当然因为那个上海人 不是给他们传福音 也因为他们去到教会明白真道 但是更加重要的就是 看见儿子改变了 以前不爱父母 现在变成爱父母 以前不爱读书 现在变了爱读书 我为什么有这样的改变 因为我把我人生的优限秩序 搞定了 我是来对神像这么说的 亲爱的弟弟姐妹 这个是人生优限的问题 以神为首 因为以神为首的缘故 我们的新生活形式为人 都因为神的缘故有不同 以前可能是享受最终之乐 什么一般人在做的道德的事情 欲咎啦 读钱啦 这些 哎呀 后来发现原来这些事情 是不符合圣经里面 神告诉我的教导 所以我就不用做这个事情了 以前讲谎话 去假 安心 大家都向钱看 不是前面的钱 是钱 梦里的那个钱 以前都是爱艳乐 喜欢享受 以前都是自我自私 自立自大 什么都是我是最重要 哎 发现原来 以主为先的缘故 我慢慢的把这些都改变了 放下了 再把神放在人生最优先的前提之下 慢慢学习改变 越来越接近神的标准 越来越要求希望神指引自己的人生里 越来越恰恶逃神的喜悦 这个是门徒的本色 第二 门徒是怎么样的人 二十七节 耶稣继续讲 凡不背起自己 使自家跟从我的 也不能做我的门徒 那换句话说很简单 到底怎么能做主的门徒呢 对不对 那个答案出来了 就是要背着自己 使自家来跟从主的人 指的是什么意思 就是主耶稣做的事情 我们也要做 如果十字架 在主耶稣来说 是他的使命 是他舍己为救世人的使命 做主的门徒的人 也要好像主那样跟着他 背起自己的十字架 学习跟主一样 舍己的活出使命的人生 舍己的服侍身边的人 舍己的来帮助周遭 我们其他的需要 这个是主的使命 那我们思考的时候 我们知道门徒是做什么 门徒跟师父的关系是什么 我爸爸是上海裁缝的 他收了很多门徒的 我的家里面有十七个门徒 帮他做裁缝啊 不是女装饭 不是男装饭 所以我很小的时候 我会逢大 我很刻意到 以前是用脚踏的 没有电脑 我爸爸收了很多 有很多师父跟他说 他是个大师父 大师他有时候会告诉我 摸摸 我的女女 他告诉你 你的秘密 不要叫我摸摸 他的爸爸叫我 他说摸摸 他说摸摸 他告诉我 有一些最后最重要的 一般都不随便叫我 这是中国人的一般的心态 你知道吗 中国人有句话说 我不知道国语有没有这样说 有徒弟就没有师父 就是如果你把绝招 叫了给徒弟 怕他一下子把你反到 出去以后 自立门徒 自立门徒都不听师父讲了 所以做师父的 一般来说 学招啊 都不叫下去 他以为学完了 好像师父一样 一出招 师父马上出来说 诶 你还有个绝招 我没有叫你 这个是中国人的心态 你知道耶稣是怎么样的师父 耶稣是把所有的都倾倒在他的门徒身上的时候 他所要做最重要的事 他也做得最好的事 也是最要紧的事 都告诉门徒 都教导门徒 他说跟着我 主要好像我那样 背十字架 背十字架就是愿意舍弃 甚至舍弃自主的生命 为了服侍人 耶稣是拯救世人 我们是服侍人 服侍世人 因为门徒有这样的一个身份的原因 我们愿意为弟兄舍弃 为还没有信主的人舍弃自己 舍弃自己的骄傲 舍弃自己的自我尊心 服侍人的时候 舍弃自己的尊严 舍弃自己的意味 为什么会这样说 因为耶稣说 背情自主的事 当我们舍弃的时候 我们就得走 这个是人生的使命 舍弃归武 你说门徒是怎么样 你看看得出 因为他人生的优先秩序 跟一般不同 因为他人生的使命 有种使命感 愿意放下胜断 放下自己的 甚至自己的 舒适的生活 安逸的生活 不为了自服侍人 前两个礼拜我们愿意堂 有一个金石祷告给我们 大概每一季都有一个这样的金石祷告 其中一位姊妹都提到 打烟 我们 我也常猜出去的 在 在国内做 零工作的 圣教室 他说 最近打烟 属将回来 对不对 这位姊妹跟他 很像手 他说 这一次回来我看见他 真是很惨 他一边讲一边哭 整个姊妹一边 我们真的有为我们的 圣教室祷告 没有我们以为 还是什么事情 他说 这一次他回来 大概半年回来 这一次我看见他 真是惨 广东话是不惨 不是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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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很惨 叫什么 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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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那个样貌 哎呀 皮囊又干啊 又瘦了 又黑了 以前在这里 白白胖胖了 但在中国你知道 又晒了 又热了 又热了 哎呀 又大汗了 没办法热嘛 真是热 所以 以前在这里 可以做Facial嘛 对不对 在这里没有钱 在在共和生家 没有机会 去做Facial嘛 对不对 所以那个皮肤又干燥了 哎呀 越来越不漂亮了 没关系啦 他的爱好 还是很爱好 所以我们的主啊 在圣经说他没有佳行美容 这个是真的 这个是救主 捨弃自己 连自己的外貌 安一 都不能够把持住 愿意为别人 为死命的缘故 牺牲 这个是被十字架 这个是能力的 如果我们这样想的时候 我们就发现圣经里面 主耶稣 一贯 持重如意的一个教育 有一个 有一个 最大的诫命是什么 哪一条是最大的 耶稣说什么 你要尽性尽性尽益 爱主你的神 这是诫命的第一条 做门徒就是以神 是最大的 其次是什么 就是什么 爱人如己 主的门徒 就是把主 放在人生的优先 如果主叫你去东 你不去西 如果叫你菜 你去传福音 你不能不说不去 如果主要叫你来服事 你不应该对主说 我不愿意 这不是门徒 门徒的使命就是 服事生命的需要 你看见教会有很多的需要 你愿意站出来说主我还用你 你看见弟兄姐妹的当中有需要 你为他们祷告 你为他们祷告 那么不能 你不能不说主啊 祝福他们 你看看走 拜拜 不要来搞我 我没时间 我很忙啊 我又要吃饭啊 我要应酬啊 我要喝酒啊 我要去casino啊 很多事情太棒了 不要搞我 你说不是 真的门徒是怎么样 主啊 我为他祷告 我知道他有需要 哎呦 我也有很多忙的啊 但是我愿意放下自己的时间 我来到他的家里面去探访他 这不是心情 门徒是怎么样生活的 从这两个大原则里面 我们可以看见 起码有三件事情 那我能不能够做门徒呢 我怎么样去做门徒呢 很快 有几件事情 第一 做门徒的人一定 会敬拜 做门徒的人一定愿意喜悦敬拜 这个是在我们看使徒行传 将当耶稣把那个大使命给了门徒之后 耶稣升天主 继续的圣灵来到他们当中 成立这个教育 圣灵充满的教会 淘族喜悦的教会 我们都看见 初期的教会 怎么样过门徒的生活 门徒的生活 其中都一件事情 就是他们同心合一 恒切地在殿里赞美神 他们敬拜 就好像你今天来到教会 为什么你愿意来教会敬拜 礼拜天大清早 多睡一点 对不对 因为你愿意舍弃 为了主的缘故 如果我们的崇拜要改到八点八 你要不要来 放心我们不会再改 不会再改走了 也不知道 可能将来是没有特别的心意 我们有一些老人家 哎呀五点钟就起来了 我们如果摩西可以的话 搞一个六点钟的清晨主拜 这个不是真的啊 不要啊 敬拜 除了一起的敬拜 还有个人的敬拜 这个是互相影响的 所以在你个人家里面生活 平时礼拜一到礼拜六的时间 你是怎么样在家里面 在你的房子里面 设立你自己的祭坛 在那里每一天 找一个时间在安静读经 祷告 遥望歌颂神 今天教会有的时候 有的问题是很多的信徒 甚至福利福徒 他们在家里没有敬拜 他们个人的生活没有敬拜 然后来到教会 希望教会的敬拜 有好高的水平 能治养他们的灵命 这个是没有可能的 个人没有敬拜的基督徒 只能够来到教会 把教会的敬拜的水平 拉下来的 你自己要敬拜 来到这里一起敬拜 这个是门徒的生命 另外我们又看见 门徒是有相交交界 波比 新的人都在一处 他们天天同心合意 在家里面怎么样 这里我们看见的 门徒也有传气 Kononia这个希腊文 就是分享 使徒行专里面 彼此交接这个字 就是今天我们所用的团庆 我们国立堂有团庆 比较大一点多一点 人才有小型的小组的 为了教弟兄姐妹 能够彼此的鼓励 彼此的关心 彼此的来挑战 团庆的生活 是不能缺少的 所以可能有一些人 来教我也是 来来去去 是不是用这个形容 有些弟兄姐妹 来教我也是 来来去去 来了就去了 来了就去了 我希望鼓励弟兄姐妹 找你自己的小组 我知道生活本来有些人 工作的缘故 教徒们的缘故 就说 离拜一到离拜一 啊 大清早的 跑到我们中国 就上班 然后又回来 这个是不容易 很大的挑战 但是我告诉你一件事情 这个是确定的 你相信我 一个没有团庆 没有Kononia 没有其他的圣徒彼此交界的基督徒 是不会成长的基督徒 是不能够门庆的基督徒 弟兄姐妹我要鼓励 不一定说你一定要去基罗亚团庆 或是霸丁埋小组 可能那些的时间 你不适合来不了 但是我鼓励你 从你周边在教会里面认识的 甚至是不会支持这个教会 你认识的其他的弟兄姐妹 能够在信仰的道上鼓励你的 能够成为你的自己心教导 能够彼此分享主里面的 精力的弟兄姐妹 你要找出来 建立起来 我团庆的生命 最后是不是 一个门徒 如果你有这三样事情 那就是一个好像一张桌子一样 站住 站住 站住那个桌 服事 使命 你有敬拜 也有团庆 也有服事 使命 猜传 传福音 探访 为人祷告 在教会里面学习唱试班 学习小组唱歌 学习做主席 学习在团庆里面服事 每一个基督徒 每一个真正的门徒 都必须要有这三方面的生活 圣经里面这样告诉我们 他们行了许多神迹 而且他们愿意服侍别人的缘故 卖了自己的田产家宴 按照别人的需要分给别人 他们带来一个的结果是 得众民的喜悦 主将得救的人天天的嫁给他们 这个是门徒在初期的教会给我们看见的一圈子 高规灵圣道会 高规灵圣道会的国语堂 我们将来要做的是什么 我希望每一个来高规灵圣道会的人 都能够给别人介绍 你在高规灵圣道会教会做什么的 我们这里是制造门徒的 好不好 我们来说一遍 我们在这里干嘛 我们是来制造门徒 to make disciples 我怎么知道我是门徒 你有敬拜的生活吗 有 你有团庆的生活 你有两三个十个八个 二十个团庆里面的基督姐妹 跟你一起一起调节 一起关心 一起鼓励 有吗 没有的话 从今天开始 我们的教会也要帮助你 成立这样的团庆 你有服事吗 你有使命在你的生命里面 最后 整个讲道的里面 也是花了差不多一半 讲下面两个问题 这个叫做门徒啊 那我算一算 划算不划算 我们中国人最会计算 最会计算 耶稣徒都讲了两遍 你要没有坐下来计算 你盖楼 不是盖 不是盖 盖 盖楼啊 大楼 要没有 你要没有算好 能盖不能盖 你跟人去打仗 你有做凉了吗 凉了吗 你有忌过吗 算过吗 能不能够取胜 最后 主耶稣的总结 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 又不能做我们的门徒 我没经历的办法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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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